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我们的系列课程,职业规划52个深度解答 我们今天呢要分析的问题是如果不考虑生活与金钱啊,你最想体验什么职业 我呢是大家熟悉的王鹏老师,首先欢迎大家在课程的评论区留言和提问 那你提出的任何问题呢都有可能被我们选中啊,专门做一期课程讲解啊 当然呢也欢迎私下的提问了,这里呢有我的联系方式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同学具体的困惑吧 啊,我们这个同学的提问是这样的呢 他说我对自己的工作呢说不上满意啊,但是呢也没有特别不满意的地方 我时常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考虑收入啊,稳定之类的因素 我还会做现在的工作吗? 所以我想问的是如果不考虑生活和金钱,有多少人还会做目前的工作呢? 哎呀,这个好像讲一下有点像是苟且偷生和诗和远方的区别啊 那你是不是也想过这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有一天啊,自由自在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你会去做什么职业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和马老师讨论过 我们为什么把这个问题列上来呢? 是因为我们俩确实有过一次真实的这个讨论经历啊 就一次呢,我和马老师一起去这个出差啊,在动车上呢就聊天 然后呢,当时就聊到这个话题 就如果有一天你,呃,一事无忧啊,不用考虑金钱啊 那假设你中了一个亿吧,啊,你会去做什么职业,还会做现在的工作吗? 所以呢,马老师呢,就想了想,想了半天呢 马老师说,哎呀,好像我还是想不到这个能去做啥啊 我想做的不是出名,就是挣钱的,对吧,都是有名有利的活 所以马老师想了想的说,那可能我还是会继续去写书吧 但是呢,我要是真的有,对吧,一个亿啊,有这么多钱 那我就写好多本书啊,我找好多水军,买好多榜单啊 我现在出的这个书都是靠实打实的,可自然靠流量卖啊 这个太累了,这个连榜都买不起,是吧 这个不行啊,要有一个亿呢,我就干这个事啊 然后呢,要做一个知名作家啊,知名励志作家 啊,然后呢,这个讲完呢,他就问我说呢,你呢 啊,你要有真的有一天中奖中一个亿,你打算去做什么工作呀 然后呢,我想了想说,哎呀,好像我也没有别的特别想干的 对吧,我这想了想,可能还是会去讲课吧 啊,我比较擅长讲课 啊,但是呢,我现在讲课,你看一讲讲两天,讲三天啊 这个都是站着讲,一讲讲个一两天三天的,太累了 啊,我要有一个亿,那以后学员来,我躺着讲 是吧,我在教室里边放张床啊,我躺着讲 啊,学员都围着床标跪一圈,是吧 跪着听啊,这讲累了,我就睡一会儿 然后呢,这个 所以聊到这儿,聊完之后呢 我们俩都用鄙视的眼神 眼神看了对方一眼啊 都觉得对方很low,是吧 然后呢,就很自然的去 岔开话题聊别的了 啊,所以呢,这个话题呢 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一天 啊,你有了足够的收入 不再考虑这个后顾之忧,你还会做 现在的工作吗?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撂出来,其实不是为了让大家 来做白日闷的啊,也不是来 鸡汤一下的啊,恰恰相反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深度的解读 因为这个问题呢,想是 可以的,但是它背后其实有 很多关于职业本质的逻辑啊 我呢,觉得有必要给大家 分析一下 来,首先呢,这个问题呢,看看 我的分析吧 这个问题呢,我先从两个点入手来讲 来,第一个点啊 啊,所有跟你讲 钱不重要,追求梦想才重要 找到自己的兴趣,热爱才重要的 基本都是毒鸡汤啊 这个鸡汤有毒啊 所以呢,我的第一个观点 我先说给你听 对吧 这是毒鸡汤 千万不要喝 为什么呢 我一会给你分析一下啊 我会给你分析一下 来,我紧接着讲 第二点就能帮你把第一个问题讲明白 那第二点呢,我也列出来了 就是这本质上其实是个伪问题 不考虑金钱的 根本就不是,不能成职为职业 因为职业的本质是什么 各位,是交换 就是你解决别人的问题换回金钱 是这样的吧 对吧 我,我,我 卖出我的能力 卖出我的时间 换回钱来嘛 如果不考虑生活和金钱 是不是意味着 你就不需要去承担 解决不好他人问题的责任啊 是吧 我也不需要长期的职业积累了 自然也不会坚守一个岗位嘛 对吧 这就像小孩子过家家 你去体验的其实都是假的职业体验 所以想象一下 你看如果有一天一个大夫跟你讲 大夫收了你的钱 你去做手术啊 大夫收了你的钱 你是比较踏实的 为啥 因为你收钱了就得负责嘛 哪天一大夫不出来跟你讲说 来,我给你做一重大手术 一分钱不要你的 公益的啊 公益的 但是出了问题的 我也不负责 你敢让他做吗 你怎么追责 你们俩连买卖合同都不算吧 这是个交易合同都不算 所以你看职业的本质 既然是交换金钱 交换金钱往往也意味着什么 背后是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这就能反过来跟你讲 前面我的第一个观点 就这就是说 为什么说我们讲 做一份工作 钱不重要 梦想最重要 热爱最重要 兴趣最重要 原因就在于 你想的时候 你以为是你在挑职业 但一旦进入社会 你会发现不是的 同学不是你挑职业 而是职业挑你 因为职业不管你喜不喜欢 职业只看你胜任不胜任 是这样的吧 所以相对来讲 你会发现你去做一份工作 只要他给了你金钱 就意味着你必须承担这份工作 做不好的职责 做不好的责任 对吧 这一定是对等的吗 是这样的吧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开始做一份职业 说我不考虑钱的时候 相当于你也逃掉了这份工作的责任 那就随便做了 所以这话呢 我其实自己还是蛮有体会的 因为我自己啊 这个呃 当年呢 其实一直在做一个免费的咨询 当然我对外说的是公益咨询了 我一直讲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经常做公益咨询 什么叫公益咨询呢 就是我经常讲课的时候 有学员就会说 哎老师你这个讲职业规划类的培训啊 或者之类的 这个职场类的培训 管理类的培训 讲得特别好啊 这个我还想找你咨询一下啊 你看能不能那个咨询咨询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我就会说那没关系啊 我就有免费咨询的名额嘛 我们有一些公益咨询 我每个月都会做一些 然后呢 你这个有时间跟我助理约一下呗 然后呢 我就给你做这个免费的咨询 那你会发现这个免费的咨询 就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因为是免费的 所以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对这个咨询结果 可以不负责任吗 对吧 因为你又没花钱 你还你怎么要求我呢 所以呢 很多时候来找我做公益咨询的学员 都会有这样的尴尬 就是我我们确实我也 我确实也从心理上认真给人家做 但有的时候太忙了 可能做完了一次 本来这个咨询 可能应该约两次或者三次的 但是我做完一次呢 就出差了 一出差一个星期 这俩星期就到处跑 然后呢 学员就等不了我 然后呢 半天也等到我 等我回来的时候 学员说 老师这事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 所以呢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咨询 他就没有很 就是很多他都无疾而终了 就没办法做到头 所以呢 在这个咨询里面呢 有一次一个学员给我特别大的震撼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咨询 这个公益咨询这事彻底给关掉了 当年呢 有一个学员来找我 也是啊 关于这个说想约我一个咨询 然后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跟我助理约 我每个月会有一些时间放出来做公益咨询的啊 没关系 然后呢 这个学员就特别的有意思 这学员说不 老师我不要你的公益咨询 我就要给你钱 而且要给你市场价啊 甚至是高价 是吧 你就说你多少钱 我要买 我说这个你要买 那我得看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啊 然后我说那你其实你排排公益的也挺好的 对 你要不着急 然后呢 这个学员呢 你知道他给我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 不 因为我要买你的咨询 首先我要你负责 他一他一说完就就我吓一跳啊 我说啊 这负什么责 对吧 我不是我没有 你别胡说 赶紧来个否认三连 是吧 我不是我没有 你不要胡说呀 是吧 然后呢 他说啊 不是你要为你的咨询负责呀 他说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咨询负责呢 因为你收了钱就要背负这个责任吗 第二呢 他说我特别希望我们俩的咨询是平等的咨询关系 什么叫平等的咨询关系 就是我不希望你来施舍我 你懂吗 就是如果你要开始说 我给你做公益咨询吧 那就肯定得约你的时间呀 那肯定得约你的地点啊 约着你方便的时间 你方便的地点 过来给我做个咨询 我还得说 哎呦老师谢谢您了 感谢 对吧 我不想要这样的 我想要的是什么 哎 平等的咨询关系 我不要你那种施舍感 你收了我的钱 我就可以提要求 第一我要求我什么时间 能有时间来咨询 对吧 你要考虑我的时间 第二 我认为在什么地点来做咨询比较合适 离我比较近 你要照顾我 对吧 第三个 我觉得对咨询结果不负 如果是不满意的话 你要负责任 直到我满意为止吗 对吧 这都是我们咨询里面 得有要求的吗 所以你收了钱 我才能提这个要求 所以你必须要收钱 啊 我不要免费的 然后呢 他听他讲完这个之后呢 哎呀 我突然间觉得我这个学员好聪明啊 就是他其实特别知道他的时间比较宝贵啊 所以呢 你看他对这事想的就特透彻 然后呢 这个从那次之后呢 我就明白说啊 其实为了对学员和自己都负责 我要么就干脆卖什么收费的咨询 要么你就别给人免费 因为你免费 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个好心 但是你一忙起来就容易把这个好心放在后边 是吧 因为各种的事情那毕竟我有的时候去讲课也好 企业讲课也好 学员讲课也好 人家是付了钱的 我当然得优先考虑那些付费的人 所以呢 来讲到这个部分 你大概能够理解了吧 所有的职业回过头来看 职业的回报都是必须要有金钱这块的啊 无论多少他都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如果那个回到刚才我们提的那个问题说 如果不考虑金钱 你还会做你现在的工作吗 不好意思 不考虑金钱的就已经不再是工作了 不再是工作了 好 所以这个问题呢 来我的前面两个分析呢 先给你讲到这儿啊 来接着呢 我们做一个更深入一点的思考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讲啊 各位 这个更深入一点的思考呢 其实有两个点是特别需要你注意的 第一个 叫做钱是一种职业的回报 但同时注意钱也是一种职业的约束 有发现了吧 因为只要你接受了这个职业的金钱回报 你就必须接受这个职业的职业规则和职业约束 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钱呢 他也是最好的一个服务 这个你的职业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 那我们说一个人工作比另一个人好 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强 靠什么考核呢 对吧 内部靠绩效 对吧 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赚的工资多少了 所以呢 很多时候你去做一个工作 不是因为你真的是爱你的客户 对吧 你真的是爱你的老板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金钱在这里约束 有利益在这里约束 所以我们必须得按这个职业规则来 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必须得尽量做到KPI达标 绩效达标 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吗 所以我给你讲一个 我们这个培训行业里面最典型的例子 对吧 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行业里面 我经常培养的老师 就是至少我培养训练出来的老师 我都会告诉他们说 这是我们培训行业的铁律 我们行业的铁律是什么呢 我们行业的铁律就是永远都不能和学员发生冲突 尤其是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你上课的过程当中 永远都不和学员发生冲突 对于学员任何问任何问题 你都应该耐心回答 其次对吧 这个学员有任何质疑 你都应该私下解决 至少不应该公开跟学员冲突 然后我培训的就有学员问我 就这个下面的学员问我 我说老师那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就为什么一定要对 其实这个铁律呢 我说很简单 他们他们以为我会讲什么职业道德呀 培训效果啊等等之类的 对吧 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你跟学员发生冲突 学员有可能会要求退费的 是吧 所以你的收入就会少很大一块 下面的同学就崩溃了 对吧 下面同学等着我说一点高大上的理由 没想到我的理由非常直接 就是学员会退费的 是吧 所以你看你去任何一个学员来参加你的课程 对吧 你又瞧不上这个学员 你又嫌人家笨 又嫌别人蠢 对吧 又嫌别人问问题不好 又嫌别人质疑你 你敢敢质疑我 质疑我 对吧 学员一句话你就傻眼了 学员说那好推钱 是吧 满大街都是老师 讲课的人多了去了 对吧 有各种老师开各种课 凭啥我花了钱还要在这受你气 对吧 我就问两句怎么了 所以很多时候最后呢 怎么着 你要脾气大 那就是下面一个学员都没有呗 你牛呗 你就别出来挣钱了呗 对吧 所以你要挣着钱 就得给人家提供相应的服务吗 那不单单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还要提供良好的 让人觉得舒服的服务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课上 就给我的训练 我的培训老师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对吧 学员提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有一个金句来接学员的问题 对吧 学员不管任何问题 你的第一个回答都是什么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问的不错 我来回答一下 哪怕你心里面已经骂了一万遍 弱智了 对吧 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对吧 你也不能说你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 是吧 你也要面带微笑的说 嗯 这是个好问题 是吧 因为这不是什么 这个这个对错的事情 这是一个你的职业的基本的约束啊 也是职业的基本道德 对吧 你说你去任何地方上课 你你最讨厌那种啊 瞧不起学员的老师 打击学员的老师 鄙视学员的老师 有谁会喜欢这种老师呢 你在公立学院学校还没受过 没受够虐待吗 是吧 你自己花了这么多钱来听一天课两天课 凭什么要被别人鄙视呢 所以这就是老师的基本的职业约束 那靠什么 就是靠这样的利益 不是靠职业道德 说你这个老师有各种的道德多么强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所以对职业最好的约束力是什么 就是金钱回报 那我们看到很多市面上啊 这个赚到钱的老师 收入比较高的老师 是不是也都遵守这个规则呀 对吧 一定是遵守这个规则的 为什么 因为利益在约束他吗 当然利益也在奖励他 当然利益也在奖励他 所以所有的行业里面都有规矩啊 任何一个行业想要长久的做下去 他都是有规矩有约束的 为什么能够约束大多数人呢 其实他就是因为背后的利益 不是因为道德 所以千万年轻人千万不要傻啊 千万不要傻了吧 傻了吧唧的啊 特别傻了吧唧的 以为职业都是靠道德来约束的啊 真正能够普遍约束职业状态的是金钱 好 那么第二个呢 你也要注意一点什么 就是金钱回报和职业责任 有的时候其实是等价的 你发现一个地方啊 就是很多这个职业当中 他输你的费用越高 往往意味着他也有义务和有责任 给你提供更高更好的服务 在市场经济下 大家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常识了吧 所以我们经常在业内 这个这个国内会听到很多人抱怨啊 说如果你去过日本啊 对日本的服务业啊 这个有一杯有一帮日吹 是吧 把日本的服务业都能吹上天啊 觉得日本的服务业这牛那牛 这好那好 对吧 日本的服务业好不好 确实好 为什么好 因为价格高嘛 对吧 你去日本的这个都说日本服务业最有代表的出租车司机啊 那个服务给你好的简直是对吧 不要不要的 但是你看看人家出租车司机的费用是多少 你在日本敢打个出租车 那是土豪才能干的事情 对吧 真土豪才能打干的事情巨贵无比 那么你在国内你说你打个出租车一共才那点钱 你还想装啥大爷 所以相对来讲所有的服务啊 你觉得特别好的服务 往往它的价格也是对等的 这一点其实一定要注意啊 没有所谓莫名其妙的好服务 所以你去海底捞是一样的 我们说国内的海底捞对吧 餐饮行业最服务最好的海底捞 你告诉我海底捞的服务好 是因为员工的素质好吗 对吧 是因为员工的素质高吗 那里面的服务员很多也都是农村来的呀 对吧 不是因为人家素质高 而是因为这个人家的好服务 都已经在价格里包含了吗 你去吃了 吃个海底捞 对吧 那个价格就是普通火锅 要比普通火锅贵吗 对吧 味道也不见得有多好吃 你是觉得海底捞真的特别好吃吗 对吧 没见到这个这个味道有多突出 可能也就是挺好的吧 但是没有说特别突出的 但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好 所以呢 哎价格贵一点是正常的 所以呢 你要明白一点啊 那么对于你来讲 在任何一个职业里 敢于为这个职业报高价 都是一种对自己能力和责任心的 啊 一种负责的态度 对吧 所以你看 同样你是去讲课 你说我这个课 对吧 我讲一天报三千啊 我讲一天报三万 你敢收三万 除了你对自己的什么 课程有信心之外 还要增加你的增值服务吗 当然你的服务也得特别倒背 是吧 那你看我能给你服务到多少 这其实也是你对自己能力和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所以相对来讲呢 啊 这点也要注意 金钱回报和职业责任 有的时候是等价的 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某一个职业 给你好多钱啊 你看着特别好 对吧 其实背后都是有很多的要求和责任的 因为这永远都是等价的 永远都是等价的 不可能不等价 让你拿特别多的钱 然后呢 干特别少的活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对吧 所以好多人就想的这种工作 在现实里就没法实现了 叫钱多活少离家境 位高权重责任轻 对吧 上哪找这样工作去 钱多活少 对吧 我就没见过 第二呢 位置高还权力特别重 啊 这个这个 这个责任还特别轻 哇 就出了事还不找你 怎么会 是吧 怎么会呢 所以这个要注意 来最后呢 我给一些建议啊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点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啊 比较迷茫的话呢 你如果你是一年轻人 说特别迷茫 老师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去做啥 我也不知道到下一步做什么工作 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你是不要去探索什么啊 我的兴趣啊 热爱梦想啊 是吧 因为好多年轻人一这么探索 最后找到的工作都是啃老这一份工作啊 对吧 这个工作绝对钱多活少离家近 是吧 位高权重责任心 对吧 啃老这玩意儿你说他就是他真的是好工作啊 为啥呢 你不用承担责任就拿钱就行了 所以好多年轻人最后都去干这行去了 所以呢 如果是年轻人啊 我强烈建议你啊 就去钱多的行业 那这个观点也不是我独有的 因为之前 全野大叔在一个直播课里面讲过这个观点 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啊 特别震撼 就跟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 就是因为钱多的行业啊 这个全野大叔的这个理论呢 是说钱多的行业当中不要锻炼人 然后呢 至少不管怎么样能让你有输入快速的提升 年轻人应该关注当下嘛 但是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讲 钱多的行业 它隐含的含义意味着什么 各位责任多 要求多 压力大 工作辛苦 成长自然也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觉得很迷茫 那么我就建议你打听打听 哪个行业赚钱多 你又能做的就先去这个行业做 他对你的锻炼一定是很高的 对吧 再不记得你也先赚到了钱 再去追求问想嘛 对吧 那你看如果你要去的什么 这个西洋行业 钱又少 又没有什么压力 又不会要求你给你这点钱 还想咋样呢 往往也意味着没有进步 成长也会很慢 所以好多人都会说说 都会有一个注意到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说你看好多这个工作 尤其是一些钱少的工作 要求低的工作 坐着坐着 人就没有成长的欲望了 为什么 他对你的要求不再增加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经常会在网上听到学员抱怨 说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 去很多地方都要这个这个测体温啊 对吧 填表啊 各种特别麻烦 好多人在网上吐槽 说很多地方的保安 门位素质太低 怎么这么的糟糕 对吧 然后呢 各种的不理解 是吧 就吐槽 这些人没人性 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但是你从我们职业规划师的角度 看一眼就特别能理解 为啥呢 你就给人给这点钱 你希望人家能给你提供多么贵宾级的服务 对吧 你去门口看一下你们小区的保安 对吧 很多都是大爷四五十岁的 拿着那点钱 一个月几千块钱 一两千块钱 少的他甚至不到一千 你让人家给你提供啥服务 那你想看一个月就给你这点钱 他对你能有啥要求 所以一个人时间久了 自然在这个环境里 慢慢就不会对自己有要求 有成长了 是这样的吧 对吧 那自然就是恶性循环嘛 那你对自己没要求 自然就做不了更好的工作 那收入肯定就是持续是这样的 啊 所以如果年轻人迷茫的话 我特别建议你去钱多的行业啊 这一定是没错的 来 第二个呢 给中年人一些个小建议啊 就是中年有些业余爱好呢 其实是调和现实的工具啊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那你现在想说呢 老师我是不是作为中年人 你这样讲 那我永远都没有这个这个办法去开展我的第二职业了 对吧 这这我我怎么办啊 其实也不是 那如果你是中年人的话呢 相对来讲 你有个业余爱好 他没有必要真的把业余爱好变成一份工作啊 没有必要真的把业余爱好变成一个职业 因为有一天你真的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一个职业 这就会有很多的责任和要求在里面 他就变得不再那么让你舒适和放松了 对吧 他可能变成一个调和现实的工具了 所以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学员 就很崩溃 他之前做这个录抖音 他录抖音的 然后录抖音什么剪电影嘛 他经常会剪一些电影 然后呢 这个电影剪辑解说啊 介绍一些片门的文艺片 他说一开始就是业余爱好 在抖音上发一发 结果呢 没想到那个号做到一百多万的粉丝了 他说他做到五十万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压力巨大了 为啥 因为粉丝天天催更 三天不见你更新就开始在网上骂起来了 对吧 然后呢 这哥们呢 就说那我现在就得就得开始做 那更压力更大的什么呢 居然有一些机构可能会让他来打打广告嘛 对吧 有些公司会说那你这个号流量这么大 打打广告吧 那你要接到这个广告 就必须按照人家片方的要求来剪啊 这个这个资助方的要求来剪片子 来结束来设计 非常痛苦 所以呢 叫做中年人的业余爱好呢 其实是一个调和调和现实矛盾的工具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特别辛苦 特别累 去有一些自己的业余爱好放松一下是很好的 但完全没有必要把某一个业余爱好变成职业啊 因为一旦变成职业 有了收入啊 抱歉 责任就回来了 责任就回来了 来好 最后一个呢 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歧视了 好 那我呢 总结三点啊 第一个呢 来 职业的本质是离不开金钱的 这点我前面已经反复讲过了 是这样的吧 所以呢 只要我们讲一个职业 不考虑钱 只考虑热爱的 你就想吧 这基本就不是个职业 他也没法能坚持长久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第二呢 就是要尊重职业 有正确的金钱观啊 什么所谓叫尊重职业呢 就是得尊重你手里拿的这份钱 人家既然给了你这个钱 你就得特别尊重他 对吧 要有正确的金钱观 所以呢 其实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 可能好多人再重听一遍 就发现跟 如果你听过之前的版本 可能发现跟前几天线上的不太一样啊 为啥呢 因为这个版是我重新录的 跟第一版不一样 那为啥呢 就是因为第一版当中 录的当中PPT有俩错字 就是这一页 叫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启示 哎呀 我在打PPT的时候 打错了 那两字打成其实了 啊 然后呢 第一版录完也没看 就放上去了 然后呢 有同学买了之后 说老师 你这俩错别字错了啊 于是呢 我又紧急把那版下架 花了一个下午时间 重新把这一片PPT啊 把这个一整套PPT重新讲了一遍 这一课的重新讲了一遍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尊重我的职业 您付了钱 我就应该尽可能的提供 好的完善的 对吧 有竞争力的产品啊 不能说我有个错字 这么放着吧 算了 这个就是不尊重自己的职业 没有正确的金钱观啊 好 第三个呢 就是钱多的行业呢 往往也意味着竞争和压力 所以很多钱多的行业 你看到的只是收入啊 但是他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的竞争和压力了 当然往往也意味着更高的这个要求和更快的成长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小节的内容呢 就总结到这里了啊 希望大家呢 这节课对大家的有一些帮助和收获 最后呢 要推荐一下我们企业的公众号 颜值有礼的公众号啊 请大家扫码关注 我们每周呢 会在这个公众号当中 供这个更新很多这个职场的爆款文章 还有一些学习资料啊 供大家学习啊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